街头斗殴案件层出不穷 为了有效二子歪风 加上刑法第150条修正案 已经正式生效了 台东警方针对上个月底的斗殴案件 以新法来办理 将相关人等以妨害秩序罪 以请台湾台东地检署来侦办 上个月底台东地区发生 因护看不顺眼的围殴事件 警方获报后迅速派遣快打部队前往处置 并将犯罪嫌疑人带回侦办 经过了解双方因车车纠纷 爆发口叫 相约谈判时发生肢体冲突 为了遏止街头斗殴的歪风 台东警方祭出了铁腕严正执法 将自视者以妨害秩序罪 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也成为台东首起案例 这个暴力案件的发生 都是以这个社会自信 为无法来做裁处 那也因为这个裁处的罚者过清 已经无法有效地遏止 有心人士来聚众之事 那为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全 以及人民生命财产了 那刑法第149条150条 修正案在109年的1月17号来做生效 那本辖在109年的1月30到18时取 发生了暴力案件 那两名被害人 遭7名的邪人为后呈伤 那本案成为台东首例以防害秩序 所以你送台东地方检察署来做侦办 那刑法第149条跟150条的规动 规定在公共场所知识 强暴协复者 最终可出5年的有期族行 台东警方展现公权力 同时也呼吁社会大众 误以审视法 警方绝对不容许社会秩序被破坏 也不允许公权力遭受挑战 这是陈吉林 台东时报道